美股死猫跳 上一个视频刚刚发完 说V型反转发生了什么 美股又开始不断下跌 有小伙伴来问我 美股到底是崩盘呢 还是正常的回调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风格带牛 我叫美股2024年7月25号盘后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涨跌户线 但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百指数 下跌还是蛮多的 大丘斯指数是上涨0.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0.93% 是跌到了接面线长曲线最后一条线的下方 也跌到了黄金风险61.8%的一个下方 可以说不断破位下行 最终是下跌0.93% 指数来到了17181.72点 可以说真的是快速下跌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虽然看着美股出现快速下跌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最高点18671点跌到现在的17181点 它的整个下跌幅度还没有到10% 大家想想是不是 它的整个下跌幅度还没有到10% 虽然看着美股三大指数不断下跌 看上去非常可怕 但是它的整个下跌幅度 依然没有到10% 我们再来看一下 道琼斯指数是上涨0.2% 出现了长长的上探针 但是依然还是在 接面线长曲线 第一条线的上方守住了 当然比较遗憾的就是 跌到了黄金风险61.8%的一个下方 这是令人比较遗憾的 但是整体 道琼斯指数在大幅上涨以后 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我个人为是正常的回调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 标普500指数 现在差不多是在黄金风险 61.8%左右 最终是下跌0.51% 指数来到了5,399点 跌破了5,400点大关 有小伙伴问我 什么是死猫跳 死猫跳是一个金融术语 指的是在长期下跌趋势中的 一个短暂有限的反弹 这个反弹并不代表市场已经转好 或下跌趋势已经结束 而只是暂时的价格回升 之后价格往往会继续下跌 这个词源于一句俗语 即使是死猫 从高处掉下来 也会谈一下 在美股市场中 日内反弹是否是死猫跳 指的是观察当天股市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后 出现的短暂回升 是否是暂时现象 如果这种反弹不能持续 随后股市继续下跌 那么就被认为是死猫跳 投资者需要判断这种反弹 是市场真正回暖的信号 还是下跌中途的短暂回升 从而决定他们的交易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分式走势图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一型反转以后 继续上涨 但是随后不断下跌 最终是下跌0.93% 离前期的低点1.77% 虽然也是上涨不少 但是也是出现了继续的一个下跌 是不是死猫跳 那么接下去 我们就看股市的走势了 大家都知道 峰哥我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 我对美国经济的判断是 美国经济极具韧性 美国经济一直处在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虽然当中会有波折 但是整体美国经济是向上的 而且美国经济的走势 远远好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体 经济是有其周期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的暴跌崩盘 到底是崩盘呢 还是正常的技术性的调整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 星期三美股大幅下跌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在本周三 特斯拉和谷歌财报 暴跌的带动下 美股全线暴跌 特斯拉的财报显示 净利润 EPS和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 而谷歌的财报虽然不错 但股价连续大跌 谷歌预计2024年 全年营业利润将比2023年增长 但第三季度可能会受到成本和费用增加的负面影响 这部分成本增加源于人工智能的投资 的确人工智能 它需要海量的投入 现在看来 对于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 也成了一定的负担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但是 谷歌还不得不继续大规模的投入 因为最新的消息 OpenAI宣布推出搜索引擎 Search GPT 这对谷歌搜索业务 构成非常严重的挑战 Search GPT将结合原有的AI模型和互联网搜索 以对话的方式 响应搜索请求 并提供相应来源链接 这可能会对搜索市场进行重新洗牌 对谷歌和微软的搜索业务将产生严重影响 在消息发布后 谷歌股价继续下跌 投资者在思考科技大公司 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 是否能够赚回巨额的一个投资 人工智能的炒作会不会像互联网泡沫一样 最终崩盘 那么我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我依然相信 人工智能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发展方向 就像ChatGBT所提供的Search AI一样 将是颠覆性的 但是像微软 像谷歌 他们不得不 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 不得不在AI方面进行巨量的海量的投资 不然的话它会被时代所淘汰 那么他们的股价的下跌 也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 但是在短期之内 是否能够真正影响到像谷歌 像微软的收入呢 我个人认为短期之内影响不会很大 因为谷歌也可以提供 人工智能的搜索引擎 但是会影响到谷歌的财报的一个表现 会不断的在AI方面进行海量投入 还是这句话 现在美股的大幅下跌 远远还没有达到崩盘的一个地步 只是正常的一个回调 大家无需过分担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武达 那么英武达是下跌1.72% 是跌到了黄金风险61.8%的一个下方 也跌到了结门线长区线最后一条线的下方 可以说不断破位下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长长的上探针 最低点一度跌到了黄金风险50%的一个下方 但是最终涨了上来 这很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在英武达大幅下跌的情况底下 有资金愿意去买入 这是非常不错的现象 就是英武达这只股票跌到一定程度 有资金愿意去借入 愿意去买入 大家可以看到 英武达的成交额达到了518亿美元 成交了4.6亿股左右 有买必有卖 有卖必有买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 有人不看好 有人非常看好 那么在大幅下跌的情况底下 在不断被打压的情况底下 谁会去卖出英武达呢 那就是散户投资者 散户投资者在恐慌性的抛售 而机构投资者呢 趁机去买入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 我更为是中长线布局英武达的好机会 英武达已经从140块钱一线跌到了现在112块 有小伙伴问我135块买入的英武达到底怎么办 其实 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 那么无需过分担心 英武达是AI领域的绝对领头羊 而且AI这块蛋糕在不断变大 我前面视频也讲到了 像特斯拉 它拆股以后 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跌 但是很快又涨了回来 拆股以后 特斯拉也出现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而现在的英武达呢 它的跌幅远远还没有达到 当时特斯拉的一个跌幅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回调 绝对不是崩盘 我们再来看一下谷歌 那么Search GPT 对于谷歌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 所以谷歌必须加快步伐 加快在AI方面的研究投入 使其能够跟上时代进步的脚步 对谷歌来说 真的是致命的 谷歌大家可以看到 是下跌3.1% 但是谷歌在海量投入以后 我相信谷歌依然能够涨上来 现在谷歌的大幅下跌 绝对是我们中长线布局买入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宏观方面 GDP增速超预期 美国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种植增长率为2.8% 高于预期的2.1% 受强劲消费政府支出和生产库存增加推动 二季度增长活动强劲 物价回落 通胀不如去年的般下轮 发达国家陆续降息 宏观面利好比利空多 可见美国经济仍然极具韧性 只要美国经济宏观面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美股的大幅的下跌 我个认为是散户投资者恐慌性的抛售 或者说是机构投资者利用一定的利空消息 所引用散户投资者不断抛售 所引发的一次小小的恐慌性的抛售 对于中长线投资者来说 无需去做任何操作 对于中长线想布局一些股票的投资者来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AMD AMD可以说快速破位下行 这就是AMD和英伟达的区别 英伟达它虽然也出现快速下跌 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AMD 这么样的快速的一个下跌 这也是英伟达拥有很好护城河的一个表现 所以买股票就是要买伟大的公司 买龙头公司 他们在下跌过程当中 才有最重要的护城河技术壁垒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最终是上涨1.97% 现在深夜盘是上涨也是1.97% 98%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星期四收盘 特斯拉是收在220块2毛5 差不多是收在黄金风险 61.8% 稍稍是低于了黄金风险 但是整体虽然是出现了就是前一天出现了12.33%的一个下跌 但是第二天出现了一定的回升 当然现在不能说特斯拉已经完成回调 但是特斯拉出了财报以后 财报虽然不及预期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特斯拉的一个亮点 而且特斯拉的Lobotaxi和人形机器人 现在还没有真正上市 一旦这两样拳头产品投入到市场以后 我相信特斯拉的股价翻个几倍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特斯拉利用人工制 特斯拉利用新能源汽车外加FSD 现在市值7000亿 而再加上人工智能 再加上人形机器人 那么它的市值是多少呢 2万亿 3万亿 4万亿 5万亿 有没有可能呢 我个人为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特斯拉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来孵化它的一个Lobotaxi和人形机器人 这才是中长线投资者应该有的投资理念 而不是看到它快速下跌 或者是大幅下跌 赶紧卖掉 这是非常不对的 虽然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但是科技股当中的中小盘个股 却出现了一定的上涨 像Fastly是上涨5.47% 在走出了一个调整平台以后 最近在开始慢慢起稳 我们再来看一下罗库 罗库是上涨3.35% 也在慢慢起稳 我们再来看一下Upstar 在大幅上涨以后快速回落 但是在周四的时候 那萨克指数下跌的情况底下 Upstar却上涨了2.96% Upstar最近一直是在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那么这一次的回落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中长线布局的一次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Snow Snow也是一样 在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的情况底下 上涨了3.16% 当然现在不能说Snow已经完成调整 但是Snow已经从高点的237块 回落到最低122块 现在是129块 可以说差不多回调了50%左右 现在还是在一个调整状态 现在的美股可以说正在等待 美联储真正开始降息 还是那句话 美国经济现在急剧任性 美国经济的GDP 这个数据依然表现非常良好 所以大家无需过分担心 这是一次正常的回调 当然回调个10% 20% 30%都有可能 但你绝对不应该说 这是崩盘 崩盘的话 我们也看不到 道琼斯指数上涨0.2%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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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